这家伙明目张胆的在沙滩上握上 就这么一个大圈 胳膊就看不起我 那你要看不起我 我就得把你挖出来 下次爬好一点 这个挺大这个 出来吧你 哇 莫眼罗就捏水这一空间是最过瘾的 也是最解压的了 把这个沙给它抠出来之后 回家我就直接把它红烧掉 我天呐 这里边还躺着一个小八爪 刚才我就看见它里边有那个呼吸孔 就不知道是个啥 里边全是沙 它能端得进去了 它都把它当家 像这样的玻璃茶的 它也不放过 它正在任性了 还不出来了 这怎么整 我又怕扎到手 这个玻璃茶应该特别快 弄不好手就给扎破了 这个犀利是盖血冒了 这不是吗 还不出来 小样 看这个巴扎鱼 个头不算太大 小火力特别棒 应该是天冷了 它不会喷墨 要不然直接一出来 先喷个墨给你看一下 行了 这个可以啊 带着了 海里的海鲜都是宝 就好比说这一块草 这也是龙虚菜 是从大海里面自然生长的 回家吃起来营养也高 这一块先带着了 这个海鲜应该是别人不爱药的 看这边有脚印 到这边看了看太小了 太小了我也白要 不过这种家里有鱼缸的话 放里面特别漂亮 人家鱼缸这东西太多了 来 飞碟 拜拜 这两天刮的风特别大 这种海胆 上面那个刺都被扎吐的瓢了 全成这种了 这种多几点回家 可以做个工艺品特别漂亮 这边都是啊 这边来了个村王 先给他续点盐 看看能不能出来 像这样出不来的 就得用小铲子给他挖 在这地方差不多 这个得挖深一点 用盐一续的话 他就会往里跑 他好像看见 发现动性了 开始往回缩了 差不多了 跑哪去了 跑哪去了 哎呀 哇塞 差点让他跑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跑掉了 这家伙也是太聪明了 只要是遇到危险 立马往水里端 来吧 像这样的城王是最好挖的 沙特别干 差不多了吧 这家伙差点跑了 这什么情况 怎么还有土三口墨汁啊 你以为你是包爪鱼啊 这种鼻子一遇到危险 立马就掉了 这也属于他的一种应激反应 不太适应让人走啊 行 带着了 这边来了一个毛隔 基本上毛隔都是在水边的 你要离开水边的话 你都找不着他 这个个头水一般化 不是太大 看 他离水就这么近 如果说离水远的话 没有水风 他一会就 隔屁了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那么下期再见了 拜拜